大家好呀,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巨头弹龟 喜欢我的视频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话不多说,书接正文 巨头射香龟在龟宠圈的称呼是巨头弹龟 以下简称巨头 巨头是洞兄龟科射香龟属成员 是巨头射香龟的指名亚种 还是上期虎文的大哥 西西地也基本重合且没有生殖隔离 巨头和虎文的习性也很相似 喜欢冷水、流水 适合家庭室内饲养、艾科罗、棒等硬硬的食物 巨头的大脑袋很可能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饮食习惯而演化出来的 关于巨头的外形 除了上面说到的大脑袋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散开在皮肤上的点状花纹了 非常漂亮 另外,巨头背甲上的三条侧棱 与红色或粉色的副甲也格外引人注目 巨头在国内归宠市场上有新版与老版之分 老版巨头背甲颜色相对偏深 侧棱明显 立体骨感 新版巨头头纹相对小 侧棱不明显 整体平滑圆润 一般来说老版比新版价格更高 那么 新老两版巨头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是巨头的两个亚种吗 其实目前还没有绝对准确的答案 比较主流的有三种观点 一是虎巨杂交假说 这种观点认为 新版巨头是虎文和老版巨头杂交的产物 或者是和剃刀等其他色相归属成员相互杂交的产物 二是中间色相归假说 这种观点认为 新版巨头就是前些年被发现的 色相归属新成员中间色相归 二者确实颇有几分相似 三是地域分化假说 这个观点认为 新版巨头是其原产地某个地方的地域中 被龟商引进到国内 命名为新版巨头 类似于小青和南石 虽然是同一种龟 但外形因所处地域不同而产生了些许分化 这三种观点熟是熟非 大家忍者见人 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三种说法 至于商家特地将巨头区分出这两个品类 并分别定价的具体依据是什么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还是劝大家 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条件理性消费 巨头虽好可不要贪归哦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支持一波哦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再见